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 升麻二百丝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一种疗疗剂 今次和大家介绍另一个同类疗法的灵丹妙约 Plantago Major Plantago Major P-L-A-N-T-A-G-O Major M-A-J-O-R 英文名叫Plantain Plantain 我翻译叫做车前草 这个草药应用的地方很简单 主要是用在神经痛那类的问题 通常譬如牙痛 尤其是你蛛牙的牙痛 直接滴几滴到蛛牙的位置 就可以帮你即时减轻这个痛楚 或者你可能是耳朵痛 耳朵痛 耳朵痛 你可以把车前草草的丁剂 直接滴到耳朵里 很多时候牙痛 如果你用车前草滴到耳朵里 也可以即时帮你减轻牙痛 当然牙痛有很多其他的疗剂 除了Plantain 除了Plantain 之外 我也可以用Hypericum 亦都是丁剂 不是疗剂 是Tincture 金丝图 亦都可以帮你减轻痛楚 你知道了 金丝图 Hypericum 是什么 就是神经痛的问题 还有磁石南极的磁铁 都可以摘在痛的部位 亦都可以帮得到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疗剂 叫Hectalaba 是冰岛的火山泥 亦都可以帮助牙痛 即是牙痛的其实疗剂都很多 但是Plantain 是一个传统上用了很久的历史 只是牙痛的部分滴几势下去了 好了 那除了牙痛 耳朵痛 还有时候 都可以用在抛神痛 亦都是神经痛的 或者是痔瘡那种痛 有些痔瘡是很痛的痔瘡 痔瘡的痛 亦都可以用些塗在痔瘡部位 亦都可以帮你输减痛楚 好了 还有一个地方应用 就是新闻仔的尿床 新闻仔的尿床 亦都可以每天滴五滴 一天吃三次 落水那里给它服用 这个Plantago Major 其实应用的范围 是比较简单很多 但是简单的好处就是 因为你遇到这类的问题 很快可以想得到 Plantago Major 这个车前草 这个同类疗法的灵丹妙药 原医生 刚才介绍的同类疗剂 你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 n e dot h e a l t h s h o p dot c o m dot h k 好啦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